出出社会呢 这个烦恼的就不只是挑食的问题 还包括在这个低薪的年代怎么办呢 很多年轻人用行动要证明 他们不只是草莓族 他们很争气 用创意培养赚钱力 中金新闻跟天下文化合作 带您认识这些创业青年的故事 在这个报道当中 先来看这位年轻的导游林文潘 哇好吃 啊 你好吃 一去脑外拿着地瓜 穿梭在台北街头 谢谢 已经准备了 地瓜成交超开心 这不是外景游戏 而是他们台北小旅行的行程之一 帮单亲妈妈卖地瓜 鸡鸡 鸡鸡 鸡鸡鸡 好吃地 完美 完美 你像台湾人 自制 看板 脚发音 超级热情 他是导游林文潘 深度小旅行的超慢人 他带的团不只是拍照逛街 走满看花 体验中还能帮助人 有更多旅行的意义 他们哪都很继续 现在这种东西都蛮活动的 我非常喜欢 对 我也喜欢 他们很惊讶 我们说中国 对 体验台湾这样的旅游形式 怎么发想的 曾自助旅行好几国的林文潘 在机场当过观光替代艺 他看见另一种旅行的样貌 提供像志工体验 志工旅游 去帮一些贫困家庭盖房子 我在机场遇到这些外国人 他就会问我说 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旅游方式 那我那时候我发现的是没有 台湾旅行社多晚只会带客人 逛风景旅程 购物鞋拼 抽幽金 林文潘不喜欢这样的生态 他要带客制化 精致化的深度小旅游 我之前有接到一个 他是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 他认识麦克拉瑟 我就带他去中正纪念堂 然后有一个纪念章 他看到这个他就非常非常感动 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酒店 他们建设了酒 酒 鸡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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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酒吗 对 那是好 认识台湾要够深度 联络 安排 做功课都得花功夫 一开始课源不稳定 相当艰辛 那时候不够钱到会去跟 其他的创业朋友 借个两万 借个三万 借个五万 因为就是这个月就差那两万三万 要发薪水给员工 你自己来联织 自己就没理他 持续用心被看见 小旅行靠着口碑杀出血路 三年来员工从一人到十人 从无团可接 到每个月二十组以上客人 营收稳定成长 我现在是第三年 跟我第一年可能已经差了好几倍 我们公司成长 我觉得算蛮快速的 几倍 都是几倍 大钱也依赚钱力书中提到 传统工作的作业模式 已经很难创造利润 必须重新思考定义工作 林文潘跟传统旅行社不同 不协拼 不消价竞争 就算收费比同业贵两成 但还是能吸引 不贪便宜重品质的客人 我可能未来环游世界的时候 世界各地都会有朋友 然后旅费希望可以花少一点这样 创业不仅赚到钱 还赚到各国友情和精彩事业 这样的工作哪里找 我很多朋友都是在高科技厂里面做 我的薪水没有比他们多 可是我的生活应该是他们的 一百倍的精彩 透过创意小旅行 林文潘找到自己的赚钱力 也让外国人看见不一样的台湾 好 继续